媽祖慈悲大家好 有位同修在我們義德媽祖同修會的官網討論期 師傅問說高層次的神明他會懂得世界上各國所有的語言嗎 還有他懂得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意義嗎 再這樣來問我 他就說高層次的神明他用各種語言去跟他溝通 這個神明他懂得各種語言嗎 還有對各種宗教神明都能通道嗎 都能瞭解嗎 那據顧問所學我歸媽祖三寶 讀他的經典 還有跟很多生高生大德來學習 那個活經和活經的經典 讀經典 了解這些佛教 儒家 道家的一些講法 道理 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應該高層次的神明真的都聽得懂各種語言 了解人世間所有的宗教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活經就講到 當一個人誤道了 民生正性的 那誰經教 誰通了 那我們媽祖天上聖母經教 誤知要典 那所有重要的宗教的重要的經典 都了悟通達了 會明了 有那個智慧了 那我們都會既有五言六通 那種神通力 所以我們媽祖經典講 掌藝名詩 寫起賢門密法 因請參修 然後物資要典 演大神通 馬祖也就有神通力 那我們神通力的來源 有五種 那五種最後的一種叫修通 也就讀佛經 立行經典 在生活當中去修 那演滿了 那脫離六道輪迴到四生道 那我們就有那個神通力 就開五言六通 所謂五言呢 就開肉言 開天言 開慧言 開華言 還開火言 那最高就是火言 那開了火言 當然就具備了六通 天言 天耳通 對不對 使命通 他心通 我們都懂了 還有使命通 他心通 神質通 最後一個叫漏盡通 所謂漏盡通 就是沒有煩惱了 什麼都懂了 都通了 都沒有遺漏了 沒有煩惱了 我們人生脫離六道 沒有煩惱 然後沒有無明來障礙我們 我們沒有無明的 就是我們的智慧開了 匯明了 通達匯明什麼都了解了 所以各種語言都應該都懂 這個知識都應該具備了 而且了悟了各個宗教的含義 內容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對各種語言各種宗教應該都非常的了解 因為我們人修通 修通 就具備神通力 就五言六通 就具有漏盡通 就完全都懂得 好像連結到宇宙的大智慧庫一樣 沒有什麼不了解了 超越時間空間的事情 我們多知識我們都能涵蓋了 所以這位同學問 高層次的神明能懂 了解各種語言嗎 了解各種宗教嗎 那我想高層次的神明到了四聖道 到某種法界信道這種高度的時候 也是明星見信了 已經接通宇宙的智慧了 所以這位同學說 是在某種類的過期未來 所有的知識 所有的經驗 道理 他都了悟通達了 這是顧問的看法 宗教的信仰 眾所婚姻 各歸於自己的三寶 我們歸於信仰媽祖 读圣妈祖的经典 妈祖的经典讲的物之要点 and大神通 所以大神通就是他修通了 这三皈依 我们皈依 妈祖皈依他的法皈依真 我们也修通了 当我们具有神通力的时候 我们的法界性也到了高层次了 我们能往生就往高层次的四胜道走的时候 我们应该都是天地西结归 我们就拥有跨时间空间的那些智慧 应该如此 以上是顾问的看法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妈祖慈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